阅读课外读物可以开阔学生们的知识视野 而在延城区的中校国小 特别将三间半的教室改造成为共读站 而里面的阅读区经过设计之后 让学生们可以或坐或躺地看书 老师也会来到共读站上课 让学生们自己寻找课本里没有教到的各种知识 来到共读站上课同学们都好开心 老师出了一个有关自然科学的题目 学生们就在书架上自己寻找仔细阅读 发现更多课本里没教的知识 之前看这本书我觉得我都看不懂 然后经过老师的教导之后 我才知道这本书里面的太阳 有给我们多大的作用 就是它里面有写到 就是回音就是你在山谷将你大声说话 然后会传到对面的山壁再反弹回来 延城区中校国小的共读站超级大 足足有三间半的教室 最大的特点就是经过耐政补强之后 量住特别设定成大树的造型 除了一般的座位区之外 还有阶梯教室可以作为各种教学用途 图书馆里面的哪一个环境你觉得最适合看书 你喜欢坐哪个位置 我喜欢坐那边的位置 因为那边阳光比较多 光线比较充足 像我们这个阅读区 老师们会带过来这里上课 比如说之前我们有外师也会来这边上课 那上课的时候我们也会用那个86寸的电视 把它带过来这边 如果是教学上要使用的话 就这样子会很方便 经过改造之后 共读站变得明亮舒服 书本种类也更多了 所以不管是上课还是下课 学生们都喜欢跑到这里来看书借书 大大提升学生的阅读兴趣 漫画书 漫画书为什么喜欢看漫画书 因为觉得漫画的内容很有趣 书本可以让小朋友沉淀 而且看一些企划他们的思想 设计一些藏宝的游戏 让学生可以来这边寻宝 或者是整班带过来一起做阅读 对 所以我们这边其实是一个蛮多功能的一个教学区 或作或堂 只要一本书 学生就可以在书本里自由想象思考吸收沉淀 把书本的知识储存在脑袋瓜子里 化为巨大的学习能量 记者高雄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